所以你先上过分手吗 没有啊 我想好了我需要出去闯一闯 我磨练一下 你是嫌在这赚的少了吗 人家工资都五千 为啥我约约一万 你什么意思呀 我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 我干多少活拿多少钱 我凭劳动吃饭 我不需要施舍 我拿这么多钱我别扭啊 大家谁赚钱不一样 我的不就是你的吗 我现在只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 有问题吗 咱俩在一起怎么就不能这么样 自从你来店里之后 店里事情一直在变好呀 你的能力大家都是有目的 我不想 我不想靠你啊 我是一个男人 我想拥有自己的一番事业 这样我以后在你爸妈面前有底气呀 你为什么总是要证明自己呢 我从来都没有要求过你什么样 我们俩一起踩踩踩踩努力不行吗 你有没有站在我的立场上想过 一个男人如果连保护自己女人的能力都没有 那活着还有什么尊严呀 尊严重要还是我重要 我 你要是走了以后就别再回来 来 浩哥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爱他 你就回去找他 面子和尊严真的不重要 你好好回想一下 他当时选择你的时候有多坚定 现在是2023年5月20号凌晨诊 我要正式向你表白 遇见你让我的生活充满了意外 所以从今天起 我 你你开始 你的结果是什么我不知道 反正我的结果就是要和你在一起 反正我认定的 家资谁鸡 家狗谁狗 我不爱你 就算你给我几百万的才力 我也不会幸福 但是我爱你 只需要你一句话 我就可以陪你一遍 有人在一起的意义是交付陪伴 人家我可以跟你一起创业 哪怕过程很艰辛 我也是 身边的人是 我今天跟你来是为了你这个人 不是为了来看你家里做什么 有多少辆车有多少钱 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 好日子是俩俩不同的创造的 以后赚钱的事你就交给我 我一定努力早日把你娶回家 那你可得说二三数啊 兄弟我们有时候就太任性了 总觉得尊严比感情重要 什么都比感情重要 不知道去妥协 你真的到失去那天 你后悔莫及 到那时候一切都晚了 好好想想吧兄弟 快拿去 我去找他浩哥 加油 加油 中文字幕——YK